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带着初心 跟随我们的脚步 重新打开精油的世界 精油是什么 当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精油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能给它下一个完全的定论 最初大家可能都是在美容院或SPA馆做按摩护理时才会接触到精油 有时一些被商家吹捧的护肤精油价格不低 功效也尤为丰富 所以大家自然而然的会把精油视为一种高端的护肤品或者按摩油 但其实精油是个很接地气的东西 当我们收到一束玫瑰花或者浇油走进一片森林的时候 是不是常常感到一阵宜人的香气迎面而来 其实这些香气就是植物中的精油所散发出来的 精油存在于植物中 是植物的智慧所在 用科学的定义去解释 精油就是由花 叶 树干 根 种子 果实 树枝 或植物的其他部位所萃取的挥发性芳香化合物 既然说精油存在于植物本身 那它到底藏在植物的哪个部位呢 以这个柠檬举例 柠檬的精油就藏在它的果皮上 这些油囊其实是肉眼可见的 一捏就会有油爆出来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包橘子 包橙子时 总会有芳香留在我们的手指上 其实那些枝叶就是精油 不同的植物 油囊所处的位置都在不同的部位 我们刚刚说的柑橘类精油 油囊都在果皮上 还有一些精油油囊分布在叶片上面 轻轻一搓就能嗅到精油的芳香 例如薄荷 其他的 还有的在根上 花朵上 有的在树枝里面 大自然的任何物质都不是徒劳无功的 精油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感觉味道好闻 更重要的是为了帮助植物更好的生存和传送接代 不仅动物之间有生存竞争 植物之间也存在 我们身边能接触到的植物都已进化了几千年 它们都是在非常残酷的大自然竞争中生存下来的 所以很多的芳香植物都生长在地中海 那里虽然光照充足 但是土壤贫瘠 夏季炎热干燥 植物必须具备高明的智慧才能占据一席之地 例如永久花 茉莉 橙花等等 都是生命力非常顽强的植物 那我们知道植物的繁衍和人类以及其他任何一种动物都不一样 它的种子落在河地 它就要在河处生根发芽 它不像我们动物 遇到危险可以逃跑 遇到爱的人可以去追 它们只能静静地等待 所以植物要如何繁衍后代呢 就要依靠各种智慧了 它们有一些会开非常美丽的花朵 比如我们熟悉的麦鲁卡 花朵鲜艳且娇嫩 还有一些呢 它们花枝比较小 花朵颜色也非常淡 形态不好看 那怎么办呢 它们就要依靠这些芳香化合物 依靠精油 散发美丽迷人的气味 来吸引昆虫兽粉 帮助它们繁衍生息 我们熟悉的伊兰伊兰 茉莉就是如此 同样植物也会面临敌人的侵扰 像是白蚁 那有些树木里的植物 比如侧板 脸板 这些长寿的树木 在它的树心里就会含有抵抗侵扰的芳香化合物 还有一些植物生长在沼泽或者雨林里 不仅仅有昆虫的困扰 还会遭遇大自然环境的侵袭 很有可能会被腐朽 那我们最熟悉的茶树 在进化的过程中 其蕴含的精油就具有自我保护的功效 综上所述 精油存在于自然界 原本是为了呵护着植物不受外界的伤害 而当我们将它用于身体时 同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精油不是现代的产物 它是大自然的智慧 有着远远流长的历史 早在古埃及时期 就有了对植物精油雏形的记载 在古老的埃德夫神庙中 沙草纸文献和石碑 记载了埃及人以羊茴香 雪松 丝柏 乳香 墨药 莲花等植物香料 制成香膏 香粉 香油 并广泛地应用在养心养颜和其他方式中 著名的埃及艳后就是出了名的喜爱这些芳香植物 精油的世界如此有趣 快来和我们一起探索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